所以希望大家要开车之前一分钟 观想一下香花灯涂过 你要是经常观想 以前要十分钟做完食供养 慢慢变五分钟 变两分钟 一分钟OK了 那你每天你看 每天二十四小时有多少分钟 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那这样就淡念无常 没有浪费生命 修行人内心是丰富的 就像你今天你的银行里面有几亿 所以你内心很快乐 不会怕 因为你有丰富的钱 不会怕 可以应付世间所有事情 那修行人内心具足了这些法 所以所有的教法 就像有些人嘴巴一直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心念佛 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所以不断的 那你要念佛 要做十供养 发十大愿望 你都要去做 这个前行 累积之良消业障 然后呢 供养诸佛 然后呢 佛在说法 你一直念佛 阿弥陀佛有没有会跟你说法 请转法轮 阿弥陀佛不离开你 请佛注尸 按照阿弥陀佛教带去做 常随佛学 阿弥陀佛教我们干嘛 帮助众生 横顺众生 每天上供下施 这么大的功德 普接回向 所以你在思想里面就完成了十大愿望 而且产生了思想 生命的实践 佛法好不好啊 阿弥陀佛 所以每天受保管再接 明天再来 不要上班了 阿弥陀佛做什么 老菩萨 阿弥陀佛 好了啦 不要过这样 我认下啦 你整天还愤怒死自己 假如樵 雀 或凶 什么 所以 你没有能受贤 所以要把握当下 无论如何也要掌握时间 修行 内心很丰富 内心很丰富的人 就像一个有钱人 甚至穿了很漂亮的 甚至带了很多花的 走到哪里散发布施 给人光明快乐 所以要一直让自己有力量 所以修行一点都不浪费 你昨天做的一直在影响今天 你上辈子做的更要影响现在 更要影响周围的环境 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不断地在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要有善的影响 善的影响 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人 我还没有跟他讲话 就是那个人刚刚骂过人 他那个脸就我骂过人 然后就是散发一个不好的气氛 不好的气氛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自己 一定要先进化 有时候没办法 先把自己干干净净 进化了盘子洗干净了才可以装东西 随时要进佛堂 要学日本人一样 洗洗手 刷嘴巴 就叫身口一进化 再来拜佛 至少在那一刻很认真 在他必须来说